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公司退市以遵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公司施加新的限制行政命令 根据纽交所的一份声明表示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将在2021年1月7日至1月11日暂停交易 退市程序已经启动 Renaissance Dimensional和Two Sigma的量化对冲基金管理公司 是这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最大股东 但他们在2020年9月底就有减持股份 股票摘牌是指将上市股票从证券交易所平台上移除 从而使其不在交易所交易 但是可以转向场外交易 场外交易OTC指的是在没有正式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如何进行证券交易的过程 在场外交易的证券通过交易商网络进行交易 而不是在集中的交易所进行交易 场外交易的股票的公司可以通过出售股票筹集资金 一旦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摘牌可以重新上市 但是需要符合额外的条件和时间 此前MSCI全球指数提供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 也将多家中国公司从指数中删除 根据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关系委员会的统计 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有217家 这些公司的总市值为2.2万亿美元 今年以来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数量 以及他们的市值都有所增长 如果退市过程中出现了警告 这些投资者很可能会在正式退市之前 蜂拥抛售这些公司的股票 这将推低股价 退市将对中国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享有声誉 给外国公司都带来了很大的信誉 如果中国公司被迫从美国退市 他们的资本成本将会增加 科技股和电动汽车股 在美国市场享有的这种估值很高 在其他多数国家是看不到的 从中期来看 中国企业可以寻找其他的方式进行选择 还有一些中国公司可以选择在香港和伦敦 而不是在美国上市 香港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 可能会成为寻求上市的中国公司的下一个宠儿 从全球层面来看 美国交易所在吸引国际公司上市方面 可能会失去吸引力 反过来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国投资银行 可能会失去IPO上市的业务 除了中国公司外 还有大量的数值上万亿美元的外国公司选择在美国上市 美国也将失去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信誉 在我与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顾问 纽约大学教授James H-Note采访中 他表达了相同的想法 摇取出所理据后 需要任何几个美国公司 都会有それCont purchases 并非每个公司 那时那些在中国都是试图的 The US has a lot of high paid employment,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ocks. If large companies like those in China, move their listings to other places, they can do that. They can list stocks in Hong Kong, they can list them in Dubai, they can list them in Europe, they could list them in other places. however that means loss of American jobs because that means that the trading business will go to those places inst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doesn't mean that those stocks will be less traded investors American or not who want to buy those stocks will still do it they'll just do it through other agencies than those in New York and so it's really injuring Americans more than it's injuring Chinese first of all and it also of course this will be then a bargaining point in terms of trying to get American business more access into China particularly the financial business this has been an issue on the table for a while actually China's fairly willing to do it but they want to be assured of some reasonable equitable treat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return and so fa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only been willing to make demands and no assurances of equal treatment 华尔街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 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 特斯拉已经在中国 建立了一个超级工厂 来生产汽车 通过在中国建厂 特斯拉成功地 避免了关税 降低了成本 如果中国实行资本管制 特斯拉可能很难将利润 从中国转移到美国 在中国 国产的蔚蓝汽车 与特斯拉展开竞争 如果中美紧张局势 进一步升级 蔚蓝汽车等本土公司 可能会从政府获得 比特斯拉等外国公司 更优惠的待遇 目前主动权在拜登手中 特朗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不仅疏远了中国 也疏远了美国的传统盟友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表示 他上任后将与盟友合作 让美国重返全球地位 然而美中经济关系的 完全脱钩和中国公司退市 可能不是解决办法 从2021年开始 拜登将不得不处理中美之间复杂的经济和战略关系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信息 我们下期节目见